大家好,我是周口水电胡工,客户反应说,办公室里的600x600的LED平板灯不亮了,让我们给它更换一个新的,一会儿我们把旧的拆下来。 首先,关掉灯的开关,切断电源,现在我们把旧的LED平板灯给它拆下来,在上面的龙骨上卡着呢,我们把它取下来,把电源线去掉。 好,现在我们把新灯的电源线,灵火线对应的接好,用电工胶带包起来,打开开关,灯也能正常的亮了,一会儿我们把灯重新装好。 好,现在灯已经装好了,也能正常的亮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里,有什么水电问题,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。 感谢观看